中华印经协会 华波账号19658482 19658482 银行账号 银行账号土地银行005 账号012001194788 012001194788 护持印证经书 佛书经翻结缘品 您现在收看的是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 各位上知识 现在讲的是劝信流通 就是正开三显一 这个大的文字里面三段 第一 发起 日耳正彼说 说过了 现在是第三 劝信流通 劝信流通有两段 第一 标两章 就是先标出这个下面要说的道理 有两章 就在下面是的两端 第二是就解释两章 第一是口说不口说 第二是口通不口通 那么口说不口说 口通不口通 就是两章了 先标明 在哪一种情况 可以说 讲法发经 哪一种情况 不宜说 因为看众生的当时 根性情况 要应激说法 所以要说明 哪一类的众生的情况 可以说 这个高深的法发经 这个所谓劝信流通 因为法法 是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 41年才说 41年来不曾说过这种的道理 仍然成佛 诸法是这样 这个道理 41年来没有说得那么清楚 那么今天在法法会上才说 那么因此在当时 尤其在声闻根性的人 有些人很难接受 不能接受这种的说法 那么因此 佛在这个比喻说完之后 要劝大家 对于这个前面所说的道理 要深深深取信心 要把这个 我有一圣法的道理 把它流通出去 所以有这个劝信流通 法法执掌的解释 他把这段劝信流通的文字 他的科判叫做 这个极显悲心 是很有道理 他说 自己显示佛的大悲心 就是显示下面佛说的话 如果诽谤的话 罪过很重 那么这些话说起来很重 为什么要这样说 这就显示佛的 至极的大悲心 为什么叫做 极显悲心 因为这个道理 佛不说的话 谁也不知道 不晓得 对于这个 亦佛圣的大法 如果有所诽谤的话 这个罪过是多重的 佛不说 没有人知道 所以这就是佛的大悲心 彻底流露 才显现出来 所以他的科判 叫做极显悲心 就得很有道理 不过我们现在用的是 天台的科 文具 会议 那么这都是叫做 劝信流通 所以科判里面呢 就按照这个 劝信流通的道理来说 先说标两章 有六句 标明下面 可说不可说 口通不口通的 这个两章 卢舍利佛 我此法应 为于利益世间故说 在所有方 勿忘宣传 这两句呀 就是标两章 劝 你呢 指摄利佛 也指当时的所有其他的大众 摄利佛呀 我这个法应 就是一时相应 我 释迦牟尼佛自称 此法应 就指前面的诸法识相 所以佛法里面呢 有三法应 一法应的说法 在生文法中 以三种法为法应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涅槃几经 这是生文法的法应 那么也就是说 以这三法相应的 和服这三法的 那就是佛说的法 不是呢 就不属于这个生文的法 不是佛法 所以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涅槃几经 这个叫做三法应 这是通义三圣共法的 大圣佛法呀 以识相为应 谈诸法识相 能显示诸法识相的真理的 才是究竟的大圣佛法 所以后来啊 称大圣法叫做一识相应 一识十相啊 为大圣佛法的究竟的应 就由这个应 就知道这是大圣佛法 所以叫做法应 那么这个大圣的一法应啊 也就是从这个文词 这个道理来的 这我前面所讲的 这个一识相的法应啊 是为了要立一世间众生 而说的 欲 就是希望 我就是为了要希望立一众生 才说 立一世间故说 它这个虽然是四个字一句啊 但是这个文字应当把它念成 为立一世间故说 所以立一下面没有标点 世间有个顿号 显示应当念作 为立一世间故说 所以我这个一识相应呢 就是为了要使众生 一切众生的世间 能够得到立一 使人人能成佛 所以才说的 那么这么殊胜的 这么高深的道理啊 如果逢人就说 见人变谈啊 不是属于大圣根性的人 恐怕他不能接受 不能接受 还不要紧 如果他生其不幸而诽谤的话 过失就大了 所以在所以无方啊 不忘宣传 无论你油发到什么地方 说法立人的时候 对这个一识相应呢 不由一开头就说 要先印记说法 等到他对佛法 有能够深入以后啊 了解佛法的真意了 然后再跟他说这个意识相应 不能太随便 太随便说呀 恐怕因其不幸而诽谤的罪过 在所以无方的那个油之啊 有两种油 现在书本上是三点水 水字旁的油 水字旁的油本来是指的游泳的油啊 在水里油 水道里走叫做水 叫做油了 这个油是水道里走的 假如在陆地 陆地上走啊 那就不是用这个三点水的油了 是用走鸟 走字啊 像走的那种油啊 就是油碗的油了 不过这个字啊 在古代都是通用的 所以这个油方的油 不一定在水里油 总包含一切地方 无论你到什么地方去油化 所以这个油啊 是指到处去游行叫化 各地方去游行叫化 无论在什么地方 不要随便说 所以就是物旺宣传 传是说啊 把它传扬出去 把佛法传扬出去 那么对于这个意识相应的 这么深的大法呀 不要随便说 物就是不要 不要随便 那个旺啊 不是希望的意思是说 不要随便 不要太随便的说 那么要看众生的根性 能不能接受 有信心的 那么信佛说 能够深信大法 应当可以说 还不能信大法的 不要一下子就说 那么劝众生 要看是不是可以流通 可以流通到我们劝他 他没有大声根性 不必劝他流通 所以要说明这个口说不口说 与口通不口通 这是标两章 下面就是事 事就解释 解释这个口说不口说与口通不口通的两章 这个文字很长的 下面没有再分小科 那么就先讲这个事 口说不口说 有大声根基的 可以说 没有大声根基的 不口说 分别这个道理 若有文哲 随喜鼎收 当之世人 欧为曰之 这是先说明 现在 观察现在众生的第一 指当时 如果有人能够接受深欢喜心 那么可以跟他说 若有文哲 如果有人他听到这个意识相应 法法经的大法之后 他一听到深欢喜心 随喜 所谓随喜功德 听到这个大法 心里随时根据深欢喜心 而且能够顶待而收 顶收啊 表示尊重到极点 尊重到极点 在印度一般人的习惯 如果他对于这个法很尊重啊 他就先把它拿来 带到头顶上 带到头顶上 佛经也是的 这个佛法 他喜欢 他很尊重 他就先拿来 带在头顶上 带在头顶上 表示尊敬到极点 所以叫做顶待 这个顶待而收啊 显示他恭敬到极点 所以叫做顶收 古人呢 古人呢 往往有头上顶待佛像 或者是佛经 来行道的 从前有一位禅师啊 他参禅大开大乌 除掉参禅之外啊 他还是很用功 头上顶待观世音菩萨像啊 来念观世音菩萨 除掉参禅之外 他在头顶上 一尊大概一寸高的 观世音菩萨像 带在头顶上 来精行啊 用功 带住佛像 当然不能拜了 他就是精行 啊 精行 带住观世音菩萨像来精行 那么这个头顶怎么带呢 他必定要做一个座子 把这个佛像把它固定 固定 然后啊 把这个带子啊 细在这个 脖子下面啊 这样子 绑起来 那么这样才不会掉下来 否则的话 你需要这样放 头一动 它掉下来 把佛像弄坏了 怎么办呢 所以他必定要把它固定好 把这个佛像固定好 固定好 这个固定佛像的那个东西 两边又带着 把它绑在这个 啊 这个下巴下面啊 那么 头顶带上佛像 这样子 只能精行 也不能外信 啊 因为头上有佛像啊 只是真行 精行啊 必定要行道 用功 修行 精行的时候 才带上佛像 啊 精行的 修行 这一段的 啊 这个佛事做好了 就把佛像请下来 供在佛堂里 然后顶礼礼拜回乡 啊 那么古人往往有这种的修法 啊 在台湾呢 我是不曾看过 啊 一般人 好像没有这种习惯 在从前古代的人呢 带着佛像 行道 带着佛经行道 都有的 把佛经 也是用那种方式固定好了 戴在这个头上啊 把细好 然后精行啊 表示对佛法的尊敬啊 那么现在人既然没有这个习惯了 也不一定要这样做了啊 那么只要恭敬修行也就行了啊 那么现代人呢 反而流行所谓附身佛了 附身佛 什么叫做附身佛啊 有个项链戴在这个胸前啊 这个小小的佛像戴在胸前 叫做附身佛啊 那是赖佛啊 拖佛作啊 赖出一尊佛像 我挂在这个佛像 我挂在身上啊 那我身上有佛像啊 佛你就得保护我啊 你如果没有保护我 你就会拖到呢 哦 他就赖佛 现代人呢 就是这样 依赖心很重啊 他自己不好好的保护自己啊 而靠佛 就这么一个小佛像啊 挂在这个身上 就赖佛来保护他 这个做佛也很难啊 哦 假如是一定要每一个人都这样子 受他依赖而来好好保护他的话 那佛不晓得忙的 哪里有一点时间啊 一个一个都要替他这样照顾啊 那么这时实际上啊 佛像挂在身上并不好 很不方便 我不赞成 为什么 你佛像挂在身上啊 你一天到晚 总是游到这个不干净不如法的地方啊 最起码你上一号的时候 是不是把佛像也带到一号里面去啊 他也跟着你闻你一号的味道啊 哦 那么这个佛难实在太难为了 他还要替你送你到一号里面去啊 那么所以啊 呃 我总觉得这个佛像挂在身上 实在是不好啊 不但是没有福德呀 恐怕要损损负 这负啊 所以我平常不愿意把这个项链的佛像送给人啊 那么有的时候不得于送给小孩子 小孩子他还小吗 那么可以方便方便 大孩子 大人啊 实际上是不必这样子啊 尤其你这个身上带着佛像 那你碰到长老大 但你要拜的时候 那你就连佛像都拜下去了 他说你拜 你是个凡夫啊 可以拜 可是你身上带着佛像啊 难道佛也要向他顶礼吗 要向这个你的长老大的顶礼吗 呃 那么这样子这个长老大的受你的顶礼啊 而你身体带着带有佛像 那么这个长老大的也要这幅啊 呃 所以我总觉得这个身上带佛像不是办法 呃 不一定要身上有佛像 最重要的要心里有佛 看你心里有没有佛 假如你心里没有佛 心里只有金银七宝的话 那你佛像就是满堂啊 恐怕也不行 呃 所以啊 呃 我们要对三宝要有尊重心 对佛菩萨要有尊重心 既然要尊重啊 只有顶礼金行可以 不能带到一号里面去 也不能随便带着我 向人顶礼啊 带着佛像多不方便 呃 所以古人呢 他都是顶带随习 生欢喜心 顶带而领受 那么这里是说 他听到法伐经啊 很欢喜 随习 那么不但是欢喜啊 随时把这个法伐经 听到带在头上 表示尊敬到自己 自己 那么接受他的大法 呃 有这种心的人 当知世人 欧为悦知 欧为悦知啊 就是欧比拔知 就是欧密陀经里面的欧比拔知 欧比拔知 欧为悦知 这只是印度翻译的 因少少不同而已了 意思相同 欧为悦知 欧比拔知 都是翻成不对转 不对转 意思就是说 这个人听到 一时相应的大法 听到就生欢喜心 而顶带受持 那么应当要知道 这种人啊 他就是对大法不退转了 相信身故的这个信心啊 不致退转 最起码他的信心不退 对大法的信心不退 本来不退 有位不退 行不退 念不退了 欧肉甚流啊 不躲盘腐地 就是圣位不退 恒常度众生 恒常度生 不躲二甚地 就是行不退 念念上求佛道 下怕众生 那么行菩萨道 不会退转 行不退 念念流入佛的国海 去向于无上不提 那就是念不退 为行念三不退 如果于教理讲 出地以上 才能念不退 行向位 实行实回向位 都还在行不退位 那么如果是 登出注以上啊 出注就是位不退了 如果是以升温的 结尾来说呢 正出国 就能够分正位不退了 那么 德乌鲁汉国 就一定不会再退 到这个反位了 那就是 位不退的 究竟位 现在这里只是说 他对于大圣的教理 深信不退传 深深相信 不至于退失 所以叫做 当知识人 欧欧因而知 越高一点的境界看 那么这个人 等于是不退转 的菩萨了 越普通的看法 就是他对于大圣 信心 只有正 filos 并不会退转,所以叫做欧为而至。 这是在当时有这么大的利益, 听到的人生欢喜心顶待受持, 那么这个人必定是不退转的, 那么这个人就可以跟他说,这就是口说。 若有信受此经法者, 世人已曾见过去佛, 恭敬供阳,一文释法。 这是说曾见佛文法的人, 有上根,应当可以说。 如果有人听到这个法法经的道理, 他能信能受, 所以说若有信受此经法者, 对这一部经他能升起信心, 那么这个人呢,世人已曾见过去佛。 听到大法生欢喜心的人, 这个人过去是曾见过佛了, 最起码他跟三宝里接了很深的缘。 他既然见到过去佛有深的缘, 所以他听到大法能够升起信心。 所以对于这个大法呀, 过去曾供养佛, 现在也曾听过这个大法, 所以现在听到能生信受。 所以说他过去见过佛, 见过去佛, 不但是见, 而且恭敬供养。 对于顾去佛, 他见过的他都很恭敬而供养之。 那么也曾听顾去佛说过这个法法经, 释法就指这个法法经。 他也听过这个法法经的属性的道理。 那么像这种人呢, 可以为他说了, 跟他说就没有关系了, 他能够信受。 若人有能信你所说, 这为见我, 亦见于你, 及彼求生, 并诸菩萨。 这是说三宝一体。 那么懂得三宝一体的道理呀, 就是懂得离体三宝。 这个人有能够了解这个离体三宝的高深道理呀。 那么当然他对法法经的意义, 一时相应, 也能接受的。 这种人是可以说的。 所以如果有人, 能够信你所说, 本来是老了。 我们都是, 用这个你, 我的你习惯了就是吧。 他念作你字也无妨。 你, 指摄理佛。 摄理佛现在你听过法法经了, 你懂得法法了。 假如你跟其他的人, 讲这个法法经, 他能相信你所说的。 那么这个人能相信你所说的法法经, 那么这个人等于是已经见到佛了。 这位见我, 我是释迦牟尼佛自称。 听到法法经, 他能相信信说法的人, 也信所说自法, 那么等于是已经见佛了。 这不就三宝一体吗? 我, 佛自称, 就是对佛, 等于见到佛了。 所说就是法法经了, 那么就是法宝了。 你, 摄理佛, 三宝了。 那么这个人也见到佛, 也见到你的实体了。 见到你, 也就是见到比丘僧, 也见到菩萨了。 就是三宝, 统统包含在里面的, 圣文山, 比丘僧, 菩萨僧。 比丘僧就是圣文山了, 都包含在里面。 并中菩萨, 他统统都能够体会这个一, 一体三宝之离。 那么这个人, 深深信解佛的常住之离。 那么这个人就是, 常见佛在临三了。 佛在临三末远求啊, 临三直在你心头。 那么这个人, 能够这样子相信, 一体三宝啊, 就是常见佛在临旧三。 佛在临三朔法法经, 现在还在说的。 所以隋朝智者大师修法法三脉, 读法法经, 到了这个幼王菩萨本次平, 念到这个是真经经世明, 真法供养如来, 突然之间入丁了。 在定境当中啊, 看到临三一会, 炎然在前。 嗯, 青年看到临三会上, 释迦牟尼佛在讲法法经。 嗯, 智者大师也在听法法经。 嗯, 那么可见佛灭度后上千年以后, 智者大师他还能在定境中, 看到佛在临三, 讲法法经。 那么佛是敬畏来基呀, 在临三会上讲法法经, 没有停止的。 那么您现在如果能够相信法法的道理, 如法修行, 能够修法法三脉, 那您也能入定。 那您在定境之中也能看到释迦牟尼佛呀, 在临三会上说法。 嗯, 一样是没有停止的, 继续再说下去。 所以, 呃, 能信你所说, 信法法经, 也就信佛, 啊, 也就信一切比丘生, 圣文生菩萨生。 啊, 那么这就显示这个人呢, 有深厚的善根。 那么这应当啊, 要好好的, 为他说这个法法的道理了。 上面都是说可说的, 可以跟他说的。 嗯, 例如在座各位都是可说的, 啊, 最起码必定对大圣要点呢, 有深厚的善根, 深深能够相信, 啊, 您相信才肯来听啊, 啊, 听了您能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啊, 那您才肯发心来听, 这就是可以说的人了。 假如他听了之后不能相信, 而诽谤, 这个人就不能跟他说了。 嗯, 所以上面是说苦说的人, 嗯, 可以对他说。 下文要说, 有些属于生文根性小根的人, 他还不能接受大法, 那一种人就不能跟他说了。 有一首诵啊, 呈上启下, 申其下文, 经文就是, 《思法法经》, 《会生字说》, 浅是文字, 迷惑不结。 这一首句诵啊, 呈上吻, 而申其下文。 司法法经的那个司跟词是同样的意义 词法法经彼此的词 司法法经就是词法法经 就是这个妙法联法经 专为身后大圣根性的智慧的人 才可以跟他说的 这就是定下口说的范围 有身后的智慧 有大圣的根性 这种人可以跟他说 那么在座大家发心来听的 都是由智慧由上根 那么这个人可以说 前世文字迷惑不解 这是深细下文不口说 前面两句承上文 也是接上文 那么然后深细下文不口说的情况 前世 知识很前 智慧很前 不是完全没有智慧 是由 他只能接受深文法 很前 智慧很前 不是深厚的智慧 所以他的知识不够 是前的知识 前的知识的人 这种人文字 他听到了 迷惑不解 他越听越迷了 不但不觉悟啊 他听了迷腐了 迷惑 或 就是怀疑而 深深迷惑的情况 不能了解 他听了 他听了不能了解 这种人就不能跟他说了 所以正说下面就正说明 这个二圣根性的人呢 他是有信心才能入一大圣 并不简单 所以下文说 就是像设立佛样 也是以信德如的 那么因此接住就说 一切声闻 即彼自佛 于此经中 利所不及 利所不及 所有的声闻根性的人 并且彼自佛根性的人 就是圆诀独诀 对于这一部法法经所说的道理啊 他的智慧力量是不够的 利所不及 不及啊 就是他没有办法达成这个目的 不够 他没有这个力量 接触这个大法 卢舍利佛 上于此经 以信德如 狂于声闻 尼舍利佛 在声闻中中是智慧第一 您这个智慧第一的 舍利佛尚且对于这个法法经啊 只能从信入 由信而入 什么叫做以信德如呢 他只相信佛的大法 佛果上的不可思议境界 只能相信 还不能够正道啊 他还没有正道 他不能在法上得到真正的了解 所以啊 他只是两性佛法而已啊 还不是真正正道的那种性 所以就叫做以信德如 像射利佛 您这样上根上至的大智慧人 尚且只能以信德如啊 那么何况其他的声闻啊 以其他 比射利佛更差的其他的声闻人 那他怎么有办法能够接受呢 所以其一声闻啊 信佛于故随顺此经 其他的声闻也是指顶多 相信佛说的话 佛说的没有错 我相信 他能相信佛所说的法呀 他能随顺此经 随顺这一部经所讲的道理呀 不是他自己的智力 所能达到的 非己自愤 己是身为人自愧 彼自佛人自愧 这个不是他自己的智慧的分量啊 所能达成的目的的 所以呀 不是他身为人本身的力量能心 而是有佛的加倍 信佛的话 哦 这是佛说的 我相信佛 我只相信佛 这个道理 我还没有实证 那么我不能去求证这个法的真意呀 还不能够 我只相信佛说而已 所以叫做两性 与性的肉 不是他自己的智力本分了 所能达成的 所以经文里面说 如果实得欧罗汉 必定会信受佛语的 真正得到欧罗汉国的人 他必定会相信佛的话 因为他得到欧罗汉国 就是信佛所说 才得到的 那么因此 佛说法法 他会相信 能相信 才能够深入 否则就 不是他的智力所能够挤到的 上面是说明可说不可说 浅世之人不可说 深知之人才可说 这个道理已经复别清楚了 下文是说 口通不口通 只敬畏来自于流通 说 只是指说法而言 只是把法法经讲说出来 流通 静未来自 永久流通下去 那么哪一种反境可以流通 哪一种情况不能流通 要加以分辨 所以这个口通不口通 有两段 第一 约大悲门 莫为恶说 第二 约大慈门 应为善说 因为佛的大悲门 以悲心来说 众生在苦恼中啊 还没有得到写脱 深闻人 他还没有回调向当 您就跟他说这个大法 他不能信受而诽谤 就造了罪业 那问题很严重 这种人不必为他说 您可先说这个小法 深闻的全法 让他先修学这个圣文法 后面约大慈门 为这个有大神根性的人 这就可以跟他说 可以流通 这个约大悲门这一段文呢 文字很长 我们随念随讲 又 说离佛 交慢 懈怠 即我见则 莫说此经 现在这里分别的是指的 深闻人的这个毛病 那么如果是我们这些反复 这些毛病也有了 但是只要你有大神根性 就可以接受 现在是说 深闻人 他没有大神根性 或者是大根没发 而他在凡夫的结尾当中 他又交慢 又懈怠 又是还有了 瑟利佛 有一类人不能跟他说 就是这个交慢的人 供高我慢 前面说的七万八交 这类人供高我慢 因为他自己很了不起 因为他的生文法就够了 对其他的大法 他不接受 这种人 这种交慢心 不能为他说 还有一种人 定性生文 直自化成 他觉得他现在就够了 满足了 故步自封 化地自现 这种人 他懈怠 不肯忘保所进 就叫做懈怠 不发菩提心 行不在道 不求上求下话 就是懈怠 这个懈怠 并不是说 睡大觉才叫做懈怠 不放心修大法 不上求下话 不发菩提心 就叫做懈怠 这种人 不发菩提心 不上求下话的懈怠人 不能跟他说 他既然没有菩提心 你跟他说 他说大法 他怎么能够接受啊 还有 戒我菩 戒是执记 执着 执记我的 见解 这个我菩 不但是 执这个我执的见解 执作为我的 那个我执 这个我菩 是执他自己的主观 他自己的主观的看法 例如 有人执着 有人执着 欧含的说法 才是根本 那才是对的 佛执着欧含 那么其他那些大善法 都是后人说的 不是佛说的 他这种的主观的见解 有执记这种主观的见解 因为身文法才对 那么没有大法的人 这种人你跟他说 他不会接受 所以这个我菩 不是指我执 如果单指我执的话 我们都没有资格 我们大家都有我执 我们大家都有我执 你有没有我啊 哪个没有我 我骂你 你都会生气呢 当然个个都是有我 那么所以这个我剑呢 不能指这个我执的 这个我剑 不是指我执 如果指我执的话 我们都没有 没有这个资格了 我们都不能听啊 所以这个我剑呢 是指他的主观 是什么主观呢 身文的主观 举个潜力说 现代有很多啊 他执着 佛只有说四欧含 例如我们汉文的藏经里面 他说只有四欧含 才是佛说的 而神正他说 四欧含里面 有些还是外人 把他后人才 把他加进去的 有人很可笑的 他说四欧含里面呢 从前连菩萨的名字 也没有啊 他说这个四欧含里面 有菩萨的这个 这个两个字啊 也是后人加进去的 这个人 你看他的主观多重啊 他主观多重啊 那么简直 菩萨两个字 佛没有说过 他说佛只说比丘生文 没有说菩萨 那么像这种的说法的人 他的主见 这个我见太重了 那么这种 这种我见的人 别说你跟他说了 你跟他说没有用 他不会接受 他也不看 莫说此经 这类人 你不必跟他说 跟他说没有用 那么这一段文 四句 那么摄理佛斯 对他的称呼 下面两句 焦慢 懈怠 既我见 这三种人 这三种人 不必跟他说 这个焦慢 懈怠 也不是指普通的焦慢 懈怠 这个焦慢 是指他 对这个生文法 自其供告我们 认为我这个才对 其他的都不对 这种的焦慢 不是指通途的焦慢 懈怠 不修大法 不发大圣心 不上求笑话 这就叫做懈怠 执着他自己的主观 认为只有生文法 才对 其他的菩萨法 都不相信 都只为不是佛说的 那么这种人 你跟他说没有用 那么你就是说 也没有用 所以不必跟他说 莫说此经 不必跟他说 一佛甚法 凡夫浅世 身作武衣 闻不能结 一物未说 那么这一段是完全 指普通一般 对佛法没有信心的人 对普通一般凡夫 他对佛法还莫名其妙 什么叫做佛法 他也不懂 他只是会拿相拜拜 这种人 他自私横前 深深爱浊世间的武欲 他深深爱浊世间 武欲 执求享受 那么现在他享受快乐 他一点也没有道经 他不想修学佛法 那你纵然跟他讲了 他闻而不能结 听了 也不能了解 那么这种人 你就不必跟他说 一物无语说 也不必跟他说 为什么不必跟他说呢 你这论人 你一下子跟他说法伐经 他没有办法接受 他不了解 他根本对整个佛法 一点也没有兴趣 也没有信心 那你对他说法伐经 有什么用啊 所以这个法伐经 最起码已经入了 佛法的大门了 有大圣菩提心了 他有发心要学习菩萨道了 这种人跟他说 他会接受 那么这种凡夫 所谓凡夫啊 就是泛泛之夫啊 普通一半人 泛泛之夫 他就是这样子 行事走肉 迷腐过日 天天只知道做工作 享五欲 财赛明师税 其他什么他都不知道 那么这类人 别说是跟他说法伐经 你跟他说任何经 他也不会接受 所以这种人对佛法 整个一点信心都没有 这种人 你不必为他说 为他说 他得不到利益 因为他不但不接受 他会生起毁谤 生起毁谤 就增加罪业了 没有好处了 所以因此之孤啊 这种人闻不能结 假如他听了之后 能够了解 也可以说啊 可是他不了解 听了之后 他不能了解 不能了解 你就不必跟他说 跟他说没有用啊 利隆马路边的那些 来来往往的人 你把他抓来 来来来 我跟你讲法伐经 他能接受吗 觉得他不能接受 我没空 我没力气 好了 他护则 他怎么会接受 听你的经 没有那么随便 听经 有听经的人 他真正要发信听经的人 那是有福报的 没有福的因缘啊 总而你要说给他听 他也不会接受 所以这种人 他只是深深爱做事件 武艺 只是求享受 也不必跟他说 跟他说 他不但是得不到利益 反而先受到苦恼 就是诽谤 不信诽谤啊 增加罪业 那么罪业增长了 将来就苦恼了 这后文呢 就说这个不信诽谤的 这个严重问题了 若然不信 诽谤此经 这段一切世界佛中 如果有人听了法伐经 而不生信心 不信还不要紧啊 但不信而已还不要紧 主要他有诽谤 毁 破坏 棒 说坏话 说不实的坏话 来办佛 办法 诽谤三宝 那么主要是指 棒这一部法宝的经 诽谤事情 或者是把这部经破坏了 或者是 这个破坏这部经的 这个道理了 棒 诽谤 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问题很严重啊 怎么严重啊 断一切世界佛中 那么这种做法呀 就会把一切世界所有成佛的种子都被他断掉了 他自己不信 他就服说八道啊 到处乱讲啊 那么遭到他破坏的问题就严重了 而世间人的佛的种子啊 将来成佛的种子啊 都被他消灭了 都被他断掉了 多严重啊 嗯 现在人啊就是喜欢服事乱想 我几年前看到一本书啊 叫做 叫做法法经考证 这个人简直莫名其妙的 法法经考证 他考证什么呢 他说这句话又是谁迁进去的 这一句这段话又是谁加进去的 这统统都是不是佛说的 佛在世没有这些东西 哦 他进去说这些瞎话 不说不道 嗯 如果是嘴巴说说而已 只是当时听到的人啊 范围还没有那么大 他写起书门来问题就严重了 到处流通啊 而且卖书啊 那么一般人看到这个题目 就很吸引人啊 法法经考证啊 他看到这个考证两个字 他就想看了 考的什么啊 这些什么呀 他就想要看了 这一看啊 中毒了 中毒了 哦 里面都有毒啊 你不了解佛法 真正佛法你还不了解 那么不了解你 看到这些东西 哦 法法经是这样哦 佛没有说 是后人讲的哦 哦 那那那些法师们日福说八道 哎 好了 他就造业了 你看这个问题都严重啊 那边法法经考证 我还保留 保留住啊 我还打算要往生之前 要把它烧掉 否则保留下来 问题很严重 嗯 但是如果我事先不知道的话 突然之间往生啊 那就问题就大了 嗯 想要先把它烧掉吗 有的时候我还要用它 因为他说的话呀 那些不实在的话 我还要 嗯 那么万一有人来问的时候啊 才有办法呀 有原本可以求证 嗯 知道他的话从哪里来 嗯 所以因此之故啊 呃 对佛法没有真正了解呀 不要武断随便乱说 那么世间人啊 造业的机会很大很多 别说是普通一般人 有大圣善根的人啊 往往都会遭到这种情况 你看古代祖师当中啊 先棒法而然后信佛的 有多少啊 偶一大师他也是先写文章破坏佛法 叫做异端 嗯 然后啊 他又发 呃 忏悔心 忏悔过去的罪业 然后出家修行啊 成为一代祖师 甚至近代的印光大师也有这种情况啊 所以他经常说他眼睛有毛病啊 他说这个眼睛的毛病呢 就是他办法之过呀 啊 那么所以啊 这个呃 经常发生这个毛病 嗯 那么这显示这个办法的罪过很大 我们应当啊 要好好地注意啊 啊 我们留到下次再讲 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啊 下头 下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 慈悲的奉献就仅帮助众生理苦得乐 所以生命电视台带着大家吃素 放生 失食 救苦救难 到处去利益众生 愿大家都护持生命电视台 让佛陀的智慧 让佛陀的大悲心充满这个世间 护持正好1996-5232 1996-5232 顾名 生命文化基金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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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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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